Hello 大家好,又是新影片 大家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這個頻道 再次感謝 WatchCatabrook 的大力支持 提供一些很好的手錶影片 讓我做一個評述 好,進入正題了 今天就介紹寶機 今天會選擇介紹寶機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不會陌生的 這支是寶機的全世界系列 Tradition 這支是當時推出的 我記得應該是2012或2013年 當初推出的時候 反應相當易烈 我們看看這支錶 其實真的可以說是很漂亮的聲音 它基本上把手錶最核心 亦都是最具觀賞性的部分 都放在錶面上 右手邊有一個擺輪 亦都是看著機身的運作 再看這個細節位 這支錶是9點至11點的位置 這是秒針來的 做了一個Fiveback 之前也有介紹過一個逆跳的功能 每60秒就會逆跳到0秒這個位置 亦是另一個非常有觀賞性的功能 所以這支錶其實是 除了保機就不用說 一定有內在美 亦都有外在美 是隨時隨地你都可以欣賞到這支錶 即是你可以跟這支錶 是感受到它的 好像是很有生命 一種生命的一種感受 除了看到它的心跳 還可以看到它的廟也不是一般的廟 是做液跳 唯一美中不足 就是做了一個枕頭 這真的是唯一要挑剔的地方 其實這款是自動的 大家看到它是自動擺陀 但其實它是最初出的時候 只有初出的時候是手上鏈的版本 雖然是手上鏈 但它的燒情都非常好 上當年 因為當時我在做的一間錶行 它是有很多品牌 當中都是保機 其實這款是保機來說 賣得算是很好的一個系列 現在都推出一個自動版本 亦都是因應市場所需 我相信都是 但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便喜歡手上的版本 再看回它剛才 錶盤其實做的 都說了一點 都做了一些 DUJ 自然也介紹過一些機樓雕效 令到那個 時間顯示盤 亦都是很英俊 看回我 有一個制錶工藝展現 所以其實這款錶都很值得 大家真的喜歡錶的話 絕對也是值得入手 那這個影片來到這裡 下次再為大家介紹一些不同的款式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下個影片再見大家 拜拜